由体育署补助经费 基隆市政府主办的103年 基隆市打造运动岛原住民乡镇中和运动会 在中和体育场热闹展开 不论是男女800公尺跑步 跳高牵球以及拔河比赛等各项运动项目 全市各地区的原住民运动选手齐聚一堂 用运动比赛联络感情 也借此选拔出参加104年 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基隆市代表队的好手 我们可以了解的我们原住民的运动精神 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我想在这里祝福大家 今天有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 让大家能够愉快地来做我们各项 我们这个田赛竞赛的一个比赛 另外还有他们特别有原住民的这个区位竞赛 那这个是非常难得 体育署非常重视我们原住民的运动 包括我们还有办主级的原住民游泳班 那我们还有这次的原住民运动会 因为原住民我们很多的选手都来自原住民 包括基隆市的中协运动会 全国运动会都是原住民选手 所以我们多多办这活动 让我们原住民运动 生理会健康 谢谢 那我们这个运动会也是为了明年104年的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一个选拔赛 所以我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很热络地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比赛 我想这个比赛也是象征了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提升更加的祥和 也让我们的族人能够更加的团结 在旁的啦啦队也为自己地区的选手们高声呐喊加油打气 比赛气奔热闹激烈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